大家好 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長者生活津貼的一些最新的狀況 最近這兩天看到新聞 我相信大家都真的非常動容 因為長者生活津貼又加價了 加價的意思是代表我們可以拿到多一點的錢 那到底多多少呢 待會為大家仔細分享一下 首先我們都是那句 一開始我們解釋一下 香港的退休福利其實很多的 長者生活津貼只是其中一樣 沒有理由浪費了 究竟多了多少呢 我們不如快點去看看 原來在加2.6% 加2.6% 就由2月1日起就已經生效了 所以由3月24日開始 它就會追溯回 放回你戶口 究竟多多少呢 看回你究竟是普通的長者生活津貼 還是高額 雖然呢 上年曾經在施政報告說過 是會想將這兩個長者生活津貼 合併為一 但暫時呢 都沒有這個確實的消息 所以現在這一刻為例呢 我們都還在說普通和高額 普通就由2,845元 加到2,920元 增幅是2.6% 一年呢 每個月75元 一年都接近1,000元 那如果你說高額是怎樣呢 高額呢 高額呢 就由3,815元 加到3,915元 那即是每年呢 加1,12元 那你可能會說 咦 這個長者生活津貼 我在拿著 享受著 啊 好 恭喜你 我覺得呢 值得將這個消息呢 和更加多身邊的朋友啦 那差不多一年多的朋友呢 去分享啦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這些福利呢 大家叫做一生呢 就為了這個社會去拼搏啦 那可能年輕的時候呢 都可能交了不少稅啦 是不是 那在現在這個時候呢 去享受回應得的東西呢 我覺得呢 絕對是天功地道的 那你說 喂 我不是啊 我的資產會過啊 或者我收入會過啊 究竟這些狀況是怎樣呢 其實呢 小弟之前呢 都搞了不少的講座呢 都去分享回這件事 那有機會可以看回 即是過去的一些講座的內容啦 那但是這裡呢 又簡單 有一點點意思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申報的時候 要注意些什麼事項 就是呢 原來 譬如舉個例啊 如果你有層自住物業 你自己住的啊 那這些狀況的資產 其實不算的啊 是不是 那如果你說 喂 不是啊 我保險箱裡面有放錢啊 有放股票啊 這些呢 就算資產啦 但是如果說 我年輕的時候 有份保單啊 保單裡面有現金價值啊 保單派息也有錢啊 是不是 那保單的現金價值呢 其實是不算資產的啊 那所以呢 市場上呢 可能有很多朋友呢 都未必認識這件事 又未知怎樣去規劃 但其實如果規劃得好的話呢 利用這些申報上哪些可以 哪些不行呢 其實是可以呢 令到大家更加彈性去處理啊 是不是 那有些人說 喂 我現金我不放銀行 那我自己按出來算不算呢 理論上都是計算的 大家一定不要做一些叫做違法的行為 那所以呢 我們怎樣去計劃呢 怎樣去計劃呢 怎樣可以合理合法的計劃呢 這個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那你會不會真正做到的效果是怎樣 我舉一個真實的案例分享呢 可能大家之前看我的Youtube呢 其實都有看過的 是不是 那它有層自住樓600萬 一個人65歲 還有一層150萬頂期 不過說真的 150萬很快用完嘛 是不是 那總有用完的一天啦 也都很慘 沒擔憂 但是如果透過長者生活津貼 以及其他的一些規劃 例如可以利用它物業的億按揭 可以利用一些補單 甚至乎是補單的億按揭 其實做好所有東西之後 每個月可以得到24000元的現金留意車是終身的 那變相呢 如果你想想 拿著150萬 我洗的時候就覺得慢慢緊 但如果每個月有24000元 那洗的時候是不是輕鬆很多呢 那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可以做到 透過理財規劃去幫忙的一些東西 那很多時候 哎呀 其實這樣說真的 你聽說就好像很吸引 但實際上是怎樣做 我聽不明白啊 沒關係的 很多時候都是跟一些子女各樣一起去研究 那可能譬如我親身接觸的一些朋友 其實都是一家大小一起去計劃 正所謂一枝竹仔二折彎 那當然以家庭為單位去做這些事情 變相就會叫做心安理得很多 那今次的重點是什麼呢 重複多一次了 長者生活中貼加了2.6% 不要小看這2.6% 可想而知 其實如果每加一兩年 保持住加的話 都是一個不錯的退休福利 第二件事 亦都不要小看每個月的幾千元 為什麼呢 那試想像一下 一年四萬元 我當是高額掌遮生活津貼 那試想像一下 我用一個很穩陣的 如果銀行擺定期的 可能一厘多的狀況 那你在銀行要擺多少錢的定期 才能做到這四萬元的花費呢 說你可能要擺成兩百多萬才能做到 就算我用一些穩陣的保單去做 可能在派四厘 你也要有一百萬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但今時今日 其實政府的福利已經給了我們 是透過理財規劃也好 或者本身的條件已經做到也好 每個月就已經給了三千 現在最新加了三千九百十五元 即是接近四萬多元的一個被動收入 而這個被動收入 如果你用回現在的利率環境去計算 其實價值是絕對超過百多萬的 一個人百多萬 兩夫妻就兩百多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裏面 大家真的要值得去研究 除了我們在這個時候抗疫 除了我們在這個時候要注意身體健康之外 在財務上 錢財上的健康 我們都要動得味與籌謀才行 好啦 今天分享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下次再和大家再見 今天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用一個新的方式和大家去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意見 如果覺得這個方式分享好像比之前好 可以看到樣子 大家好像開心些 歡迎留個言給我 是不是 如果你覺得不是 之前這樣的方式好些 你都告訴我 我會繼續改善 製作更好的內容給大家 好不好 謝謝各位 拜拜